我们现在进行第27次会议 先请民主党来先读上次会议议事录 秘书处长吴志鸿、人事处长郭东胜、郑峰处长游郭斌等科室主管21人 本会秘书长执报联等5人 来宾各报及各广播电台记者 主席乘议长文昌40、13分至56分 林副议长齐山20、起至40、13分 记录李立贤 主席先高开报告事项 以主席报告签到议员以达还领人数 2、秘书长先读第25次会议事录 咨询事项 工商理由处、秘书处、人事处、政风处也有执行及答户 执行议员、江毕豪议员、林习民议员、黄定和议员、黄建勇议员、林志宏议员、黄树勤议员、张明豪议员、张秋明、吴黄某议员、杨顺木议员、邱嘉敬议员、陈杰玲议员、陈正南议员、薛成议员、陈建宇议员等 答复人员、陈处长、常委、邱处长、郭处长、志宏、郭处长、中胜、蔡科长、子义、中科长、明达、林代理科长、中敏仁 其他事项 工商理由处、秘书处、秘书处、人事处、政风处也有执行议员、要求办理提供之四项令入、降辱、附建并行文宪政部办理 三位下午五十六会议 好 请问大会 议事录有没有意见 好 存茶 好 来 那位 议事录的第1位 张圈明议员寻起提供县府补助红装网屋的资料 请补列一下好不好 陈锋席议员、杨振臣议员、黄定和议员三位 主任也三万三位 好不好 好 补列 好 OK 好 现在我们进行教育次的工作报告局辞行 请教育处处长帅、那相关科长来的是 好 谢谢 好 好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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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 杨振臣、杨远 好 请 杨振臣、杨远 好 谢谢 呃 紫西咯 佳育处 欸 欸 欸 各位同仁,大家早安 第一点请教处长 有关这次公布的地质浅寿期 土壤浅寿期 就是地震带 全国报纸记说 夜华红区这个校寿 有151校 还有100多栋 教育部希望说能够花了1802亿来 全面准修 三年后补偿 那宜兰县在公布里面 也是土壤A化的浅寿期 对于我们这个教室 在921大地震 以前新建的都是老旧 结果差不多有几栋 请打我 主席 各位医院理事先生 我们非常感谢 洋医员对于我们校舍的 一个安全的关心 在这里面特别的跟各位议员报告 就我们手上所有的资料上面来讲 那我们土壤 液化浅室的一个调查表里面 我们一共有19校 它是列为浅室高的一个区块 那关于土壤 土壤这个所谓液化浅室高的一个情形 那我们当然特别的邀请我们学 请我们学校 务必要找相关的结构建筑师 或者是相关的专业人员去做 进一步的评估 那只要是学校的一个校舍 它需要加强整这个所谓的强化维修的一个部分 我们一定会来进行 那在这里面也要特别的跟各位议员报告 那我们在补强校舍工程的一个部分来讲 我们也针对着学校 它在所谓的安全鉴定值 比较偏低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都已经由向国教署来争取经费 来进行校舍的补强 那以上的报告 谢谢 我们差不多有多少 19校差不多有几栋 19校里面 19校里面 我们上面这个部分是没有洞树 但是我们已经补强的都OK了 那我们在这边补强的一个校舍 不管我们12个乡镇 都有补强的一个校舍的一个名单 那这个部分 在土壤液化 虽然在土壤液化 但是都没有问题了 不要面临错处的部分 没有 没有 那这个补强部分 报国教署这样 是的 那个土壤液化要不要评估 土壤液化是这样子 就是土壤液化它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校舍的建筑结构有没有受到影响 如果亚路士没有受到影响 其实校舍建筑是没有问题的 最多就是土壤液化要不要改善土壤液化的情形 那这个部分是要进行专案评估以后才能够做最后的一个决定 那我们目前这个校舍就有问题了 你是说要补强的有十九校 这个总经位多少 跟议员特别的再报告一下 是土壤液化 就最严重液化的部分一共有十九校 但是这十九校里面 没有学校报来说他们的建筑物有问题 所以目前来讲 在我们伊兰县来讲 虽然是有土壤液化现象 但是在校舍的安全上面是OK的 没有问题 但是你刚才这要报国教授 那一部分是哪一部分 那个部分是我们在校舍 老旧校舍的一个建筑的一个安全系数的一个评估 这个评估在0.8以下 我们就要进行所谓的补强的工作 挪夹是0.5以下 我们就会建议拆除 这个有没有 现在有没有0.8以下了 0.8以下 这以往我们已经在 我们每年都在做校舍补强的部分 像我们东三国小是在所谓的五渊国小 东三乡里面有五渊国小的音乐楼 我们就让他进行所谓的补强 那不同的他一定要先做过初步的一个评估 初步评估假如是不良的话 我们就会做降评 那么每一栋进行降评的话 大概要6000到8000块钱的一个降评 降评出来以后 我们就会按照降评的那个危险系数来 那个所谓的越危险的 我们就就会优先报我们国教署来进行评估 现在已经都降评好了吗 我们每年都在做这件事情 现在其实已经到了0.8 0.9了 以前只是0.5以上 就是0.51到0.79 这个区块我们都已经补强完毕了 那现在0.8以下还有0.5了吧 0.5现在其实没有了 0.5其实我们都建议他要拆除了 0.8的部分现在报经费总够多少 对 我们0.8以上 就0.8的这部分一共有31栋 那我们在105年到108年 我们会都会报国教署 那国教署对于这个经费都会补助 一定会补助的 现在这多少钱 我们预估多少 因为有些还没有设计 所以还没有办法确认 那我们每年报大概都有两三千万 两三千万 这个钱都会下来 都会下来 一定会下来 还有现在面临这个 请做一个 未与稠妞嘛 现在突然意外并不可怕 只要第一点你突出的评估改良 第二点就是你那个施工啊 施工方法跟技术要改善 还有第三点不要脱工减料 这个最最重要 所以我说国教教育处 现在组织数条例要变成一级当机关的腐外级嘛 那是天下第一级嘛 最大 其实早就应该这样 因为我们的总预算占百分之三十四 三分之一以上 所以当然要成为这个第一级 成为第一级我也希望说 因为随校所掌管的校售那么多啊 所以每次随校的行政连连都没有这个专业嘛 不要说设计 施工建工啊 都没有办法嘛 所以我们要专走 未与稠妞 我们希望能够在你 组织数条例通过 也变成那个 交易局的时候 能够在你们库里面 来容纳 安排这些工程员 销售工程员修缠有关这个严肃 这个请你答复一下 感谢我们 感谢洋艺员看到我们组织上的一个不足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在将来假如有机会成为真正的一个府外局的话 因为它的组织人力会扩边的一个状况 情况之下 我们一定会按照洋艺员的建议 那我们会在我们的组织里面增加公务的一个专责的一个人员 来协助 来执行我们学校有关于 不管是新建或者是修缠的一个工作 那以上的报告谢谢 这个是很重要的 利用这次扩篇的机会 没有以后就没有机会了 因为其实县政府的公共工程员 学校是占很多 除非新建的机构 其他部分你看看不管修缠这些改建的部分 学校是占多数 教育局要来 县政府要那个 公共工程科要来兼顾这个是比较麻烦一点的 我希望我们学校能够统一专责 这样能够每一个学校由教育局来统一 来安排支配 这样我想将来发生这些毛病会少 再来请教那个处长 我们现在随校这个宜蘭县这个毒品 尤其这个ケータミン现在都不判突袭 这个 不管国中小小孩子都在出了 这个只要罚钱 所以说假如有一个校有人出 一直会开玩笑这样扩张 事实看得出 这个在这个方面 发展对这个教育跟卫生 对身体都非常 治安都非常影响 我们到底现在 能够掌握出这个ケータミン的随身元素有多少 感谢议员关心我们学校里面有关于学生吸食毒品的一个部分 特别是ケータミン的一个部分 那在这边特别的一个说明一下就是 我们在104年度的时候 也就是在去年 我们国内 我们县内的国民中小学有关于 吸食ケータミン的一个人数 一共有12位 那我们到目前来讲 就是我们 今年100 05年我们截至这个5月16日 我们在我们的掌握的一个数据里面 目前来讲是6位 那看起来是我们还有努力的一个空间 那当然在学校里面有关于学生吸食毒品的部分 那当然上一次县长在做专案报告的时候 我们不仅是警政卫生还有我们教育 我们三个单位共同来做报告 那有关于其实在这个区块里面 学校的一个作为 他当然会是由老师先做一级的宣导 那第二级也就是所谓的学校要列馆 那学校列馆当然是只是针对着有可能的一个部分 那真正我们确认 这刚才所报告的叫5月16日 我们所谓的确认这6位 我们就学校就会进行所实施所谓的 第三级的一个春徽专案的一个辅导 那当然我们也随时也都跟警察局跟卫生局合作 那警察局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要把药头给掌握住 只要把药头给掌握住 那我们校园类的一个部分就会减少 那这部分当然是另外也要透过我们学校的一个辅导的一个机制 来充分的发挥功能 来降低我们孩子的吸食Ketamine的这个情况 那我们也不断在宣导 因为Ketamine它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 它会尿失禁 那尿失禁到最后是整个终身都要包尿片 这个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 对孩子的一个身心影响是非常严重 那这部分我们会积极的来做 以上的报告谢谢 现在那个16个是国小多还是国中多 今年所掌握的6个都是国中 去年的12个里面有一个国小 11个是国中 我想这个去年跟今年有增加 7年1年104年是12个 7年半年是16个 这个有增加了 所以我们要努力 既然有拓定目标了 是的 我们尽量要辅导它 好的 还有现在16个 差不多 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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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年10个 9年10个 今次就减4个 因为今年只有半年而已 对 那这是大概 在哪一个学校 我们私底下跟您报告好不好 因为这个部分涉及到 好 那你既然知道 要加强努力 好 好 请坐 再来 有关除新法的公办民营 跟这个多元教育 这个 实验教育 办得很成功 所以办得很成功 现在造成 当时受校的时候 才12班的规模 现在发展是18班 现在25班 明年可能这两年也要到33班 所以照原来规划 现在 校便不宜 容纳 容纳不下去 随校使用率 销售使用率最高 但 可是影响那个 专科教授的熟悉 教材 还有 随生的活动空间 这个 反而这个品质 在这方面品质不好 其实它的办法成功 现在是全台湾 这个偶像跟榜样 现在台南 花莲 台中 桃源 都来这边随喜 是不是大陆都组团来这边随喜 我想 我也确保这个容易 也不要让它这个 有造成忽略 我们既然办了 尤其现在少组化 有的随校大多数都少组化 他们反而都尊家 尤其在随生 生出来 就陆继在东山 连这样排队都排不下 所以我们要为了这个长期规划 不要让它 我会努力 四分五内 到处 都是自己 自己校舍来的那个 我们让它要有一个整体规划 还有 有这个规模 人家要来参访 也看得比较顺眼一点 对它的教育办得这么成功 所以这个规模 跟校舍的环境 这方面 都要帮人协助他 赶快他的那个 后宜教授 后宜教授的奥楼 这个新建在校边部 能够增加这个 教授的空间 还有第二校期的部分 希望赶快 在文中山 赶快报列政部 能够核展 如果这两校能够核准以后 让他 可以 赶快 着手来 播规划会 来让他规划 因为一规划 都三四年 这个时间脱落在场 这三四年 在他虽然等不及 请处长做一个答复 感谢杨议员 对于我们慈心高中的一个关心 那目前来讲 先跟各位报告的部分就是 其实我们也很关心 慈心高中的一个校舍的情形 从去年 我们十一月十二月 就不断地在跟我们慈心高中 在合作在讨论 那一直到近期大概三四月间 我们有很多东西都定案了 那现在我们 有几件事情 正在操作执行的一个部分就是 第一点就是 当然我们看到 慈心高中校舍不足的部分 那我们会建议就是 我们已经在 执行这个工作的部分 就是希望能够在慈心高中 目前校本部盖时间教室 另外有所谓的风雨操场 那有关于第二校区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也正在跟内政部请示 那能够积极地来做这件事情 那我们期盼 在本校所盖的时间教室 它可以撑个大概五年左右 那可以让第二校区能够完全成立以后 让它完全的一个火化 这样的话就会完全衔接起来 不会让学校里面有更大的一个困难 以上的一个报告 第二校区不亏称五年 那个是有没有包括 输到那个国中老舅教室哪一部分 有 有喔 诶 随校现在 现在你五年以内 他一直在征班的话 国中 国小在征班的话 有可能在 好 好 谢谢杨烟 现在我们来报告一下这个执行的盛细 报告 到发言的事情 24号 13号 9号 2号 21号 8号 4号 17号 32号 31号 3号 20号 1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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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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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刚刚有讲到那个去年去年跟新年总数加起来16位的毒品列馆的学生 那请问你的你如何去辅导他 那还有我们最在乎是说针对这些孩子跟这些家庭的隐私跟尊严 这些老师们做到了吗 这些老师们做到了吗 那是一个密集的一个福导 包含家长都要 请问他是怎么辅导的 在哪个单位辅导 在学校 在学校 学校我们辅导 也就是说 毒品这一块 只要沾上是不容易改变 那很不幸我们依然性针对毒品的乐界 或毒品的 那个习惯性 其实不太容易解 因为我们还是缺一个毒品乐界中心 毒品乐界所 没关系 那个处长您请坐 那我们前几天有听说 在那个罗东正公所率员到北城国小 他怀疑他的食品有臭酸掉或酸掉 那我是觉得说 那个之后查查是没有问题吗 那这个时候交易处的立场是什么 请问处长 非常感谢您这个 让我们来说明这件事情 我必须要这样子讲 学校里面有关于午餐食品的问题 百分之百是我们跟卫生局 还有农业处三个单位 共同合作的一个责任 我不晓得 罗东正公所他为什么会去做这件事情 但是只要是学校的一个所谓的午餐的 甚至于是食品的这部分 我们这三个单位是严格的在控管 那农业处它是提供有机食材 还有有精米的部分 好处长我要讲的是说 当我们都严格把关的同时 当我们都很认真针对我们食安问题很在乎 包括这所学校的老师 包括说这所学校的那个所有家长会跟校长 大家都很用心的时候 今天我随便栽赃你 告诉你说你学校的什么东西有问题 请问我们尊严何在 我们容许这样子吗 我只是要告诉你 你容许任何人侵犯到你们的尊严吗 那你怎么办 那你怎么告诉大众 我没有问题 我很在乎 随随便便任何一个民意代表 可以这样子吗 包括Facebook也写上了 到目前查出来没有问题 还是出来了 所以我希望那个处长对对这个 让我们学校尊严 让我们宜兰县食安没有问题 因为真的没有问题 至少那件事情 你请坐 我们在宜兰县一直强调我们的教育品质 但是我不晓得说 我们在教育品质管制上的 有没有辅导 有没有相关淘汰机制 请问处长或科长 非常感谢黄议员对于我们学校 教育品质的一个关心 在这边 我们要特别的跟各位报告 教育品质 它其实可以从几个面向来看待 当然我们有职性的 不管就是品格或者技能 或者这部分是另外一部分 另外有一个部分是我们的基本学历的部分 在这边跟您明确的报告就是 104年的学年度的就是去年的会考成绩 宜兰县的英语跟数学 我们拿到的资料是比高雄市还要好 这个部分是我们在管 就是我们投入在这部分 很优秀 那请问比较弱势 而且我这里面不只强调学生 包括老师有没有淘汰机制 那老师的一个淘汰的一个机制里面 当然他需要依照目前教师法相关的规定 他必须要透过所谓的教评会的这个流程里面来执行 那宜兰县其实今年我们已经针对着相关的老师 我们有教评会已经做出两位是完全解聘的一个 将来是永远不续聘 甚至于是报到教育部以后是专案列管的 这部分我们是有在处理的 我们是针对我们看得到我们发现到我们被检举的人才做这种动作 是不是很多在边缘或真的是很恶劣 但是因为可能孩子掌握在老师手上 不敢讲很多状况 所以我在想说我们的惩戒委员公审的功能在哪里 针对某些可能发生状况 预估可能发生状况 或根本不是任的教师 你怎么再次发觉真的有 但因为孩子掌握在老师手上 我知道很多老师很认真非常用心 但是还是有不胜任的老师 还是有那教学不利的老师 还是有有点夸张的老师 那您说的那两位 那请问像这样子教评会有做动作 那是因为我们发现问题了 因为他真的有可以拿出来的东西 但有些真的是 人们不跟他说要怎么办 在这里面 如何再次发现了 因为我们一般的模式除了家长提出来 或他做了很多很严重的事情 但是有时候我们心灵被蹂躏的时候 拿不出正序 黄议员的意思我懂 那我们目前有教学不利的 也有正在辅导期 也就是教评会 他已经在整个在运作过程当中 但是因为教育部他所规范的那个辅导期 是三到六个月 这个时间会比较长 那这个部分我们当然会这样子讲 他是属于一个比较消极的一个做法 那在这边跟黄议员也跟所有的议员报告 我们在辅导学校的一个另外有两个的一个监看的一个机制 一个就是我们在国民小学进行学历测验的一个部分 另外一个是国民中学会考的那个成绩的一个部分 这个部分我们是完全要进到所谓的请校长 要完全说明他学校为什么这个所谓的学历测验会往下掉 那他往下掉 回应到他学校里面内部的教学是不是有问题 那我们曾经要求过三个学校 他在我们一般的报告过程当中我们不满意 我请他到我们的教育处的主管汇报来再进行报告 好 处长你很用心 但是我还是强调心灵层面的蹂躏是一辈子没办法处理的 好 因为有 所以请你再去关心 好 你请坐 那我们刚刚也讲到说那个教学品质方面 那还要再谈说如何来衡量老师的责任跟义务 好 太多的人 但我相信他是有想法有理想有未来性 但是我们这学校是责任制 导师老师都责任制 医护也是责任制 可以把学生放了就走吗 可以告诉人家说 我的工作八点间 可以告诉人家说 我什么东西做 我跟他做什么工作 就说我刚导师我就当导师 好 我想有一些话很难听 那是不是 你就不用站起来 是不是这个再去查查看 那还有我们针对补习班 我们补教单位 我们是不是也一致性的做相关的考核 曾经有一个补习班 有一个学生玩手机 那全班乘处 我不晓得这个是怎么去处理 那一个学生做错 为什么要全班乘处 所以我想有类似这个 这只是小小的 但有些人在乎 有些人OK的 是不是类似这样的状况 或更严重的状况 补习班也要把教学品质 教学模式 全部 还有服务态度 全部放进去 因为我们这一块很像 我们一直没有触及 因为他可能多一点诗人的 那这边还有说 我们宜蘭县教育处处长这边很在乎 也很用心在我们多方的教学模式 那年字问题 那我这边在想说 上次我们在公厅会的时候也谈过 是不是我们做一个研究报告 因为你这个政策下去 利益很好 但是我们不晓得 他结果有时候不小心 论文写到后面是答案就很奇怪 跟我们原来预设是不一样 是不是说我们在做这么重大的改革政策之前 虽然有潜力是很棒 是不是可以说把这些 您要做的不管是几年制的学校 不管是教学品质如何 因为几年制当然是我最在乎 还是我学生的得 老师的给 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可以真正达到最优化 那这个状况是不是我们做一个研究报告 那第二个 既然您有特殊的学校 那因为我们是公部门 所以在预算上 是不是也可以跟相关单位去探讨 如何在特色教学 特色模式 跟我们 我们比较包容的教学模式上 编略预算的模式要改变 预算的内容要改变 因为我们还是看到传统的模式出来 因为教育处比较特殊 因为愿意改变 愿意往更好的地方走 那我们最近在跟那个 呃 国 国教科 体健科 不好意思 跟体健科 还有我们的那个 体育场厂长 哦 感谢他们在用地在 在没有使用的状况下 还可以做更弹性的使用 而且是提供给学校相关团队在共同处理 所以感谢两位 好 那最后我想说 还是要去查查那个校舍的执照 是不是依法停止使用 还有消防设备是不足 然后我逃生是不是有问题 那我所有铁门 当我台风来的时候 当我地震的时候 这些万一有状况 是不是可以赶快做处置 那可能校舍那使用执照有状况的话 是不是还在持续使用 或是不是持续的监控 这也请相关单位去处理 那最后 虽然我们要强夺 宜兰大学虽然不属于 我们目前教育出馆 毕竟也没人管理到他 处理到中央 是不是我们在未来的土地开发 未来的教育各方面 还有宜兰县还缺什么科系 目前科系还传统科系 那宜兰县我们在酝酿 在游习昆年代一直到现在 我们的艺术文化很优 我们的相关特色教学很优 那是不是说 我们在开一个什么课在高中 虽然高中目前还没那边 在我们的宜兰县政府教育处 是不是来宿扣 再增加一科室 因为那个罗东高商 当时的那个媒体相关科系是很优的 他之前是没有 也是我们几个议员 拜托校长 那大家跟几个家长在谈 他真的优秀 所以是不是在 宜兰县的艺术美术这一块 包括我们世界媒体这一块 是不是再来一个科室 因为我们现在真的是各方都在发展 很不同的发展 那些教育处相关人员辛苦了 那最后就是106年的 我们那个叫什么 群运会目前很像在外界都还没有感受到启动 如何让宜兰再发光发热 我想这个也是我们重点之一 那期盼更用心 辛苦了 谢谢 好 谢谢黄议员 接下来我们请江毕华江议员 江议员 处长 本来是要做一个会大的海报让你看 提醒你 那个宜兰市的未来的学生 尤其在国小 你发觉宜兰市的问题在哪里 你给你一分钟简单报告一下 非常感谢我们江议员对于宜兰市国民小学的问题的一个关注 那在宜兰市整个来看的话 它有一个部分少子化到当然是我们全县共同的一个现象 那但是在国民小学里面 特别是在宜兰市 它又分为不同区块 而有不同的一个影响 不管是中山宜兰光复 它都算是稳定 那黎明国小 它在东区的一个状况之下 因为住户的增加 所以它虽然在少子化 但是它很稳 但是例行国小我们看到 今年在招生的过程当中是非常辛苦的 它有可能只剩下一班 但是隔一个宜兰河的一个新春国小 却还是能够维持两班的一个情况 那所以我们在这边是需要去做总彻底的了解 这个例行国小它到底发生什么问题 那当然玉才国小因为它是比较靠宜兰市跟圆山江的一个交界的部分 那部分受少子化影响应该不是学校的一个责任了 以上的一个报告 那你这个担任教育局局长有多久 如果假算这任的话才一年五个多月 那之前呢 之前我当了六年 对啊 不能说你之前跟之后 你一直在这个教育体系之下 您也应该很了解我们现在的面临的困境 在这种面临的困境 在宜兰市啊 如果是偏乡地区啊 因为少子化 那无口后悔 责任不在学校 既然在市中心 一班 国小一班的成员要多少 学生室要多少 国民小学是二十九人 它最高限是二十九 五人成班 那最高是二十九 最高是二十九人嘛 是的 对不对 请坐 立行国小在宜兰市啊 坦白讲也是在宜兰市中心 竟然 二十九位 不要说二十九 现在目前招生 我想大概名额大概是二十二位 这情何以堪啊 问你是在哪里 从立行国小 过去的 依然是本来是七个国小 现在已经变成九个国小 九个国小里面 当然有一些是都市的发展 有一些是在东区的发展 有一些是在 甚至于现在 连官户国小 学生也在递检 其实应该做一个通盘性的检讨 第一个问题 你刚刚讲的都没有把那个重点 把脉 没有把它把清楚 宜兰国小 或者是中山国小 这个就是整个历史在变革当中 他们这个两个学校 你有没有想到说 要怎么样做一个整病 第一个 第二个问题 再来就是 例行国小 少死化这么严重 为什么 老社区 老人家 这个都市啊 要一个怎么样 来做一个都更啊 才能够切切实实 怎么样让他一个 持就不薪 这个问题你应该要 你当然这个局长已经将近 情人后到八年了 应该对你这个整个 少死化的问题 要怎么样 着重你从重点去怎么去 去除这个病 而不是说 我把这个学期的学生 从A区 把他移到V区 那我硬塞了 然后就把那这个学生 这样子我想这种方式 不是一个有效 有为政府的一种 施政的作为 我们应该 湖底抽薪 第一个 很多的 包括地方 都引以为判的 都是更新 这个问题 再来就是说 学校 他的自学 的能力 包括他的校长 包括他的团队 等等 为什么人家会 从外縣市 会到 不管是 华新 或者是说 我们 东山的那个 国小现在都 教师严重不足 第二就是 自学 管理 还有教学 学校有没有什么特色 应该从这各方面 双管齐下 让这些的家长 我想万里成后 万里成龙 这种心态 要怎么样 从这一个最基本开始 再来就是他的 学校的怎么活化教室空间 不管是托儿所 你们现在 或者是你们现在有一些的幼儿所等等 托育中心等等 这个一条龙 让这个学校是一个非常 把它如何改变成一个优质的学校 让这些的家长 每天啊 就都期待说 我的小孩子 能够送到这个学校 来都很安心 能够很安心 很放心 听说你要把这个 例行国小做为 你们未来 你们教育局啊 如果是指示条例 通过的话 你们整个教育局 要搬到那边去进驻啊 有这种传闻吗 有没有 没有 你是说没有吗 目前来讲是没有没有这个考量 我想 学校 你请坐 现在你应该要做一个盘点了 就是我们现在所有一栏县的 所属一栏县所属的 总盘点 不管是国中国小 校式的运用 空置有多少 闲置有多少 将来怎么样一个核化 你们现在就在鼓励啊 这些什么生态教育啊 环境教育等等 应该要跟其他的各个业务单位 由县长啊 要来召集你们各个单位 应对质疑啊 做一个总盘点 活化这些的教室 要做一个有效的应用啊 这个我们应该 来看看你们教育处啊 当然这个是县长执行的时候 我会跟县长的请教啊 看他怎么样 如何来应用这些的 空置的一些的教室 怎么活化使用 但是你们教育处 基于你们的本身的 业务的考量 不管是高中 国中 国小 幼儿 甚至一下托儿手 等等 你们要怎么样去做一个 活化制作的空间 请县长总治之前啊 请教一下 航路给本席 刚刚本席所说的 因应少子化 应该要配合都市更新 整套啊 这种政策来做一种 一种横向的联系啊 这样能够彻底啊 能够才能够解决这个 所谓的这个国小专生不足这个严重的问题 请主席列入记录 好列入194项 再来 很多大家都在关心 我们现在 不管是现在教师公会 这个问题 我想应该比较尘埃落定 那我们应该是回归啊 这些老师啊 应该好好去扮演 他从事教师的职责 他们就是他们的天职 应该好好从事这个教职的工作 那校长呢 我们现在是所谓啊 校长男伪啊 校长的同意能力 包括他的自校 我们这一去年啊 包括今年 我们这个教育小组的成员 都到一个学校 发掘这个非常一个严重问题 校长 校长 他的行政团队 有一些是袖手盘观 像这种问题 座长你认为严重严不严重 你简单打我一下 非常感谢我们江议员 对于我们校长 栏为的这件事情关心 那学校里面的一个组织 它毕竟是一个组织系统在运作 那当然我们看到不同的校长 他有不同的一个领导风格 我们当然不可以让学校里面的 不管是主任组长 他应该是在校长的领导之下 积极的来发展校务 所以在议员们到现场来 关心我们学校的时候 应该是以团队的一个面向 来跟我们所有的议员 来呈现学校最好的一面才对 这个不能说真言说瞎话 我们当场很多的民意代表 看到实在摇头了 怎么一个行政团队变成这样子 校长难尾这四个字 我们希望未来 当然校长是用林贤 这个林远泽考这个 整个全国这个教改真的是 我们希望这个新的政府 能够正视这个问题 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 台湾的下一代 这种教育知识之下 真的是非常惶恐 我们希望未来我们宜兰县 是不是能够独善 能够认为我们现在的校长的这种体制 是不是有新的办法 新的作为 校长明显要与这些老师来推选 我们是不是能够把这个 推选的机制做一个彻底的 能够欢心 能够研究一套 可长可久的那种机制 局长 处长 我请问你 在这边非常感谢我们议员们 关心我们校长因为栏尾而引发到 所谓的校长领选的一个制度的一个部分 在这边特别的报告的一个部分就是说 我们其实校长领选制度目前来讲 我们已经改善了不少 那依照早年的时候 我们所谓的复动委员是家长代表两位 教师代表两位 那现在我们已经把教师代表 已经从两位缩减为一位 那家长代表 他依照我们现有的国民教育法第九条的相关规定 他必须是要我们的领选委员的五分之一 所以他一定要维持三位以上 你们都是在专注这个领选委员的这个机制 以前的校长是智人勇啊 你一个刚刚上来的一个校长 一定要从一个有历练的有经验啊 这个机制不是单单是校长这个领选的委员 从这边下手 坦白讲我知道一票 他怎么可以影响这个校长的领选 问题就是说他这个经验的问题 有一些是老主任 有些人行政工作他不愿做 他拜托一些的年轻的老师 第一个经验不足 行政团队经验不足 校长的精力不足 经验不足等等 这些都是在在影响他的整个行政团队 我们是不是能够在会所谓过去的 一种传统 基本上要有一个历练之后 你一个完全没有历练的 第一个你要到你 比如说你们这些完全没历练 马上叫你来做这个教育处长 可以吗 完全我看现在不敢用 所以同样这个道理 是不是能够校长这种领选的机制 要有所把关啊 从一个小校开始 然后累积他的经验 带来一个大校 这样的话我想 这是从一些的过去的好的优质的传统 应该怎么要好好把它保留 我想我们希望从这个根本 治标跟治本要双管齐下 这样的话才会让一个校长 恢复他该有的钱跟责 钱的义务都是相对的 那只有义务没有潜力的话 他怎么去推动 那这些的行政团队也是一样 这些行政团队兼任不管是主任 或是组长等等 都要去拜托连家来做 那这些的考量 是不是我们在教育体系之下 针对这些行政工作人员 我们用什么样的奖励的方式 鼓励的方式 然后呢让他能够 从事有这个有愿有这个志愿的人 来共同来这个行政的这种团队 来分担解围 历长你认为可行吗 其实非常佩服您对于所谓的校长 在不同学校历练 从小型学校到中型学校到大型学校 这个见解 这个见解我百分之百支持 那这个部分的一个处理 那我们当然需要 请我们的相关的单位 我们正式来请示教育部 那看旧性有制度 这个不是请示教育部 你跟教育部没有关系 你们这是宜兰县的自己的前责 对不对 在宁写的过程当中 你的游戏看怎么规定 怎么制定 那再来就是对行政人员 从事人员怎么样的一个奖励 激励 对不对 对他们的考核等等 这些都在在 这是用我们的行政的资源来做一个控管 跟一个管理 这应该是可行吗 干嘛 什么事都凡事要请教 请示教育部 教育部的工作 李远哲那一套就是 狗屁倒灶的一套 你们还要再请示他 自己研究一下 现在总事之前 含无给本席 刚刚我所谓的 校长难为这个政策的问题 刚刚两个政策 鼓励行政人员怎么样奖励 再来就是我们 从校长从一个小校到中校到一个大校 这是要有一个渐进式的方式 这样的话 我想这样的话 对校长的历练是一个很好的历练 请那个主席列入记录 好要求四项 要求四项 要求四项 我想很多的学校 现在的校园的安全的问题 毒品这个问题在校园 现在都有联系 联系就是学生的联临的犯罪 都已经从国中降到国小 这些在在的问题 都是一个数据 我想刚刚那个之前 刚提讨论也报告过 我们所谓的毒品的这个问题 第一个 对于一些的 有前科的 有记录的 我们要如何来追踪 再来怎么样跟 警察局 这只是一个制本 也没办法治标 我们要怎么样跟的 当地的这些的社区 包括家长 包括所有的一些的问题 这些怎么样做一个结合 现在这个在在这个毒品的问题 我想全国皆然了 现在我们应不应该啊 这个教育室不能独善其身 能够看卫生局 警察局 还有一些社会社 还有一些社区 怎么去做一个结合 现在的所谓什么 过去怎么开放空间 造成校园的一种 这种威力啊 坦白讲就是有一场 最近几天大家都有在 参与这些的 所谓社区的一些 治安所谓座谈会 很多的这些的 社区的这些礼民的建议 尤其在晚上期间 这些 该回家的不回家 然后聚集 有一些中错生 等等问题 然后呢 这些老大 教授这些的 他的这些的小兵啊 不管是一言不合 然后就大打出手 然后就造成一些的 重大的伤害等等 像这个问题 我们学校的校长 是怎么样的处理 很多都是混事太平 这个问题我想 未来这些都是在纳入 学校 治理学校的一个 安全考量 跟学校的这些的行政 他的 不管他的 当然他的权力 他的义务 他的责任等等 能够加入在治校里面 我们希望在这个教育处里面 能够把这项 校园的安全 能够融入在里面 那再来就是说 我们现在 一些的 所谓 当然就是 请一些的中心保全 看护这个校园 晚上的这些月间也好 等等 怎么样跟当地的一些社区 有守望相似 对 然后呢 请他们怎么样来协助 一般的 守望相似大概一天 晚上只有夜间两个小时 这两个小时 并不足以能够 能够的维护这个安全的问题 那我们现在所谓的校园安全 开放空间 我们要怎么样 重新来做一个检视 我想整个宜蘭县 不管是国中 或者是国小 校园的安全 我希望未来是我们 教育术给学校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施政的重点 所长 你有没有同感 简单导 非常佩服我们 江医院对于学校的安全 毒品 甚至于学生的各方面的一个 关心 首先第一件事情先跟您报告的 一个部分 就是有关于学校里面 以往所谓的 就像我们每年在筛检的学生 其实我们都有列策在管理 那这个部分是 再加上我们在警政 卫政 还有教育的 这三个单位里面 我们其实 县政府其实有成立一个 叫做毒品危害防治中心 我们就是其中的一员 我们会来处理这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您很关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有关于监视器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今年 已经核定下去 去年大概是150万 今年我们一共核了 将近是800万 学校在暑假期间 就要建制 跟我们警政单位合作 如何去把那个学校的监视器 给建制起来 非常感谢您的一个 对学校的安全的一个关系 我有一个建议 现在因为在黑暗的地方 是很容易造成一个 一个自然死角 要利用我们所谓能源政策 太阳能 能板也好 应该怎么样 跟环保局 环保署去争取 一些太阳能 里面这些都是公部门 奖励这些学校 争取太阳能 把这个晚上夜间 能够亮点 亮点 亮点 我想自然把所有的亮点 校园的安全 都亮点亮起来的话 这样的话 第一个 减少我们自然问题 再来加上监视器的整个监控的问题 我想这样子把这个问题 应该结合我们相关单位 我想下走日之前 好 谢谢姜一元 接下来我们请孙汤一元 好 谢谢主席 我们的教育处处长 以及我们各科的科长主任 还有我们的呃 承办员以及我们议会同仁 大家早安 你好 好 我这边请教一下 我们的教育处处处长 我知道我们那个 教育处这边 还有我们的学校端 办理了非常多的相关 研习活动 是针对防治学生的 药物管理 尤其是毒品的部分 还有防止黑帮进入校园 推动反霸凌的 这样子的非常多的 研习活动 我这边想要了解一下 就是说我们办了这么多 演习跟座谈 宣传活动那么多 如何 如何知道它的成效 目前我们的毒品 跟那个所查获有几件 到底是那个 学生攜带的毒品 或者是在校吸毒 像这些 以目前的数据来讲 是逐年递减的 还是在增加的 能不能请那个处长 先说明一下 非常感谢我们阿力议员 对于我们学校里面 有关于毒品或者霸凌的一个 关心 教育处办那么多研习 它到最后一件事情 我们如何去验证它的一个成果 其实当然就要从 就像您所关心的就是 我们到最后 我们学生的一个状况 到底是怎么样 在这里面 特别的跟您报告 就是我们的有关于 学生滥用药物的 这个事件里面来看 我们从101年的30件 到去年 我们只剩下12件 今年因为只有半年了 我们现在也只有六件 大概是跟去年差不多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期盼 那是逐年递减吗 是的 是逐年递减 那针对这个部分 像毒品的这些 你有没有去评估过 到底是西南还是西北 还是在偏乡地区 在我们两乡 这个数据有没有 阿力议员如果讲要的话 因为有 把乡镇讲出来 那个很伤感情的啦 因为再加上这个 因为我也是想了解说 到底这个部分 因为到时候还要连结 那个警察局这个部分 到底有没有协助 所以我才会说 这个数据 能不能会后补给我 针对那反霸凌的部分呢 霸凌的事件多不多 在这里特别跟您报告 我们在霸凌的事件里面 我们一共有 最重要一件事情是 学校的校安通报 它一定要报 也就是说 学校只要发现 学校有霸凌事件的话 它就要上教育部的 那个校安通报里面 赶快做通报 所以这个的数据 是会报到 连教育部都会知道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在去年 我们校安通报 一共有12届 但是我们真正成案 只有5届 所以有 差别在哪里 通报跟那个成案是 因为是这样子 就是学校它会 只要是学校老师 或者家长 他认为就是说 他学生或者是 孩子受到霸凌 那学校就要立刻 在教育部的通报网上 进行通报 那依照我们现在有规定 学校知道有霸凌事件的时候 它三天内要召开 霸凌的一个小组 这个小组里面 它包含了各方面的人 不管是家长 还有教授 通常像这样的霸凌 你说这样子的机制来讲 是由学校端这边 还是我们的教育处这边 学校端 是学校端 学校端 教育处这边 会不会去介入 还是去了解而已 学校端 它是依法来执行 但是它也需要 因为它有不同的对象 它不会是只有 学校老师来做决定 像我以前在退休的时候 我也曾经到一所学校去 担任学者专家的一个立场 来确认那件事情 是不是霸凌 所以它会有所谓的社工人员 会有学者专家 共同来判断 那我们在这边要这样讲的 就是说 今年我们通报的只有三届 已经比去年少很多了 但是我们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不能按等比例来看 但是我们成案的零届 只有零届 其实我会提这边 我这边要先跟处长讲一下 就是说 我觉得在我们宜兰县这个地方 可能在两个原乡是还OK 可是在十个都会区这个部分 针对我们原住民 有非常多的用言语这样子去霸凌 所以我为什么会在某些情况下 或者是做一些提案呢 是希望学校端还有教育处这个地方 尽量就是说协助学校去做一些 针对不同族群的人去认识这样的一个文化 这就是有时候在我们的各校 各级学校来讲 有些学校不会鼓励 鼓励学生去认识不同族群的文化 所以我会希望说 在学校端能不能再加注一些这样的一个课程 让不同族群的人来认识不同族群的文化 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在我们原住民的这样的感觉 常常会听到就是说 学生的那个态度 对我们这样子的少数族群来讲 会比较多那种言语霸凌的这个部分 所以我希望那个教育处 再研理一下 多多检讨一下 这个部分我们看怎么思考去应应 好不好 好的 谢谢处长 这边就说我再了解一下 这个中错生的人数 我们教育小组去年也 也去看了一下向阳学园 三木学园这些 我们都去了解了中错生的状况 那从去年到现在 这个中错生的比率是降低了还是又提高 在这里 特别的感谢您的关注这件事情 目前来讲 我们的一个所有的一个资料上面来呈现的一个部分就是 我们目前在现在这个月里面就是我们现在一共是18位 18位上个月是21位我们已经在租 它这个是一个所谓的浮动的一个状况 所以每个月的状况是不一样的 那当然就是说我们不同的一个 像这个部分 中错生有没有回流的状况 这回流的状况是发生在 是家庭环境的关系还是学校的关系 中错生回流 他除了学校很认真的去找学生以外 我们当然不可否认 我们必须要感谢警政单位 因为警政单位 他们我们只要是中错 只要到教育部那个所谓的中错网上面填报了以后 他会变成全国警政协巡的一个对象 那我们这个去年还特别拿到就是 我们中错复学率最好的一个县市 那这个部分 我们依然县吗 对 警政单位的这个功能其实是非常强的 那我们也曾经 那个在几次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也看到警政单位他们透过不同的系统 随时可以把我们找 就是说我们不见的孩子 他都能够在外县市帮我们找到 这部分是我们警察单位非常强的一个功能 那另外我们在相公所里面 我们特别的也要敢配其中有一个相公所 我们已经看到他罚款 以前我们 罚款是指 那个 我们的状况应该是这样子 这样子跟您报告就是说 罚款是学校还是家庭 罚家庭 罚家庭 用金额去罚家庭 对 因为 是什么原因会用金额 用价钱 应该是要这样子的报告的部分 就是按照我们强迫入学条例 家长 因为我们的孩子在国民中小学里面 他是6岁到15岁 他是无行为能力到将近是半行为能力 所以他的一个督促是要由家长来督促他 到学校里面去就学 好 那这个处长 麻烦你这个数据给我好不好 因为我 我觉得我对这个非常有兴趣 我就觉得说 中措生这个部分呢 因为在我去年所知道 所了解 有占了三分之一有原住民的身份 所以这个部分我也想说 针对这里 想要多多了解 看能不能在某个部分 就是说我们可以去协助的好不好 我们列入记录 把这样的一个数据 还有刚刚那个毒品的 还有反霸凌事件的这个部分 再来就是说 这里我问一下就是说 我们教育优先区 我想教育优先区的部分 通常我们是会比较着重在一些原住民乡 或者是比较多少数族群的 还有一个先住民的部分 因为去年104年这个地方已经执行完毕 有1,210万 这个1,210万再加上我们今年 105年只有888万 它为什么会减少 是执行的成效不好才会减少吗 还是因为学校端这个部分 在去认定的时候有差别待遇 对我就是这个部分 希望那个教育处 补助的学校在104年的时候 有哪些已经执行完毕的 还有105年 为什么只有补助888万 是哪几个学校 好资料都提供 好不好 好的 吴秋林议员跟江议员也一并 我想了解的就是说 为什么会减少 这个部分请简单回答 好不好 教育优先区 它目前来讲 在教育部 它针对教育优先区 它有 它有一个规定就是说 申请两年以后 它是不可以再重复申请 所以会有一个这个差异 另外的一个部分 也要跟您特别的报告的部分 就是说 教育部目前正在针对 教育优先区 他们要修订相关的一个认定的 一个标准 那这个认定标准 它修订以后 会因为 因为它事实上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教育优先区 有些学校 它要应该要给的钱 是应该要更多才对 但是在现有的一个 那个要点上面 它没有办法给它更多钱 那有些地区 它其实不应该有教育优先区 了解 现在就是处长 我记得以前好像84年 就已经在编定这些 教育优先区 然后2007年又重新在修订 所以这个修订的 可不可以给我们看这个办法 它差异在哪里 它现在是正由台中教育大学 有一位学者 他正在做这部分的处理 那这个部分的处理 它因为还没有完全定案 但是它已经在各县市 已经在沟通这部分 那另外也要跟您报告的一件事情 就是去年我们教育优先区 会有比较多的部分是 有一部分是有关于 学校的教师宿舍的一个部分 的一个修缮的一个部分 那今年因为我们教育部这个部长 这边也会包含修缮吗 今年的修缮 今年的修缮 跟40业那个教育优先区的那个 除了原住民教育文化特色充实的那个设备 就像你刚刚讲的 还有这些发展教育 亲子教育跟教育特色 它的经费是一并的吗 还是有另外再增加 今年修缮 有另外把它提出来了 就提到另外的一个计划 所以是分开的 对 现在是分开的 所以经费是 因为这样子减少吗 那那个这里面我们有一张总表 都有总表 它有不同的一个项目 我们有不同的学校 你这个奴隶直接一并一并 给我们吴议员跟张议员一起 对 他整个学校教育优先区 目前宜兰县总共有几所 都不一样吗 好 所以你一并给我们这些 他真的很复杂 是 因为我在看这个教育优先区 一般早期的认定是大概都在偏腔嘛 偏腔跟你比较属于 呃 经费比较贫乏的学校 所以想说我们想了解一下 好 一并会后把这个资料给我们 好的 好 讲到这个 我这边先 先请教一下我们的处长 呃 我很想了解公办民营 跟一般公立的学校的比较 到底有什么差别 为什么我们公办民营的学校 挤破头我们都挤不进去又排不到 反而公立的学校 我们现在也少指化 今天那个刚刚杨一元也有提到 都已经少指化 反而是学生很少 然后我们教室可能已经空出来很多 尤其是针对公立学校 反而是那个公办民营的学校 教室都不够用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是我们这个教育处所办理的 这样的一个学校的机制办得不好呢 好 办校的成效是差别在哪里 怎么会差这么多 我们可不可以请处长提一下这个部分 我们可不可以请处长提一下这个部分 到很难回答的一个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回答下去的话 说不定我会得罪一票 我们所有的公立学校 应该这样说 处长并不是说会得罪 我觉得这还是要解决的 这以后一定会面对越来越多 现在为什么那么多的家长 宁可把小孩子送到那种公办民营的学校 而不送到我们一般的公立学校 这个是不是我们应该要深切的 去检讨 看到底如何去解决 让未来我们的每一个公立学校 也能够说 我一定要进去这个学校 让我们的家长也能够安心 说我们的小孩子 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学习上是 有学到东西的 而不是说 那个学校我们应该要去 这个学校我不想 不想把小孩子带进去 到底差别在哪里 我们学校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个部分 我可以分几个面向来回答您 简短一点好不好 因为时间不多 第一个面向是有关于学校课程的一个部分 公办民营学校它的课程 比较弹性 而且弹性非常大 我们一般的学校 它的课程的一个内容 受我们的课纲的一个限制 虽然我们现在有实验教育法 也可以解脱解放这件事情 那 这件事情就会变成老师要不要去解放 老师或学校要不要去解放课程 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现在公立学校也可以解放课程 重点是老师跟校长 他们要不要去解放这部分的课程 所以呢 所以教育处是不是要协助将这样一个课程 再弹性一点 让每一个学校能够直接放手去 针对这个需求来去办理学校 我们给很大的弹性 问题是学校它内部有没有办法取得共识 我在这边跟您举实例好了 得罪他我也不怕了 我们那个陈议员 这个我们南澳乡 庇后国小 校长他要推动原住民实验教育计划 学校老师反对 然后引发家长反对 所以这个案子就停掉 我们回过头来讲 现在五塔国小也正在要做实验计划 学校老师有没有反对 也有反对 现在我们最好的一件事情是部落支持我们 部落支持我们 我们反而力量比较大一点 所以这个部分 是不是我们在加强宣导 还是到底要用什么方式 让我们的这个家长 或者就像你讲的部落能够支持 用什么样的方式 让他们去了解这样的一个学校的成立以后 是对我们的小孩子在未来 在这个学习机制上 我想大家都知道 原住民其实是跟山林为伍 这个生活是很贴近的 应该照正规我们要做实验学校 我们应该部落的人是更支持才对啊 所以应该这个部分可能是 我们的教育处这边的那个传达 或者是我们没有做一些工厅会的这个部分 是不是要再多做一点努力 这个蓝奥乡 其实我去的次数非常多 那甚至于这个 我也必须要这样子讲 我们其实是对于实验教育 我们是百分之百充分的支持 但是我也必须要这样子说 那个保守的就是说 以往一般性的教学的那种保守的力量 仍然是存在着 那我们也不否认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某种程度上面来讲 家长他也会认为 有部分的家长他会认为 那个变化不要太大 所以他那个东西是很复杂的一个东西 我必须要这样讲 因为我自己本身在公办名的学校待过 我对于实验教育 对于公办名对于课程的这部分调整 我是百分之百的一个会支持的一部分 假如像这样的支持度 以部落来讲或许他是很陌生 他可能理解在听的时候有一点差异 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办理说 比如说刚刚已经竟然已经提到了 我们南澳乡的这个学校 是不是把那些反对的声音跟支持的声音 我们一并带进去观摩一下 比如说去观摩慈兴华德府也好 或者是我们的人文 去观摩一下让他们了解 这样子一个学校实验学校是非常好的 所以这个部分应该是教育处还要再去努力 去检讨一下看到底 怎么样才让这个学校能够 把实验学校能够成立起来 好的我们努力好不好 好 好谢谢孙汤医院 接下来我们来请林志宏林医院 好 大家的主席 我们厨长 各位厨长 各位议委同学 各位联络人 各位明天 各位明天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好 请问一下 校园的安全 有分哪几类 你听懂我的意思吗 校园的安全分哪几类 我们目前发生 发生校园的一个状况之 有发生状况之后 学校怎么处理 学校怎么处理 所谓的硬体方面的部分 第二个部分是属于我们软体方面的部分 如果假如就硬体方面而言 那当然会 大家一般而言比较关心的就是 校园里面的一个 一般来看 他们会谈到所谓的校园围墙 或者是校园监视器 甚至于是有关于运动设施 它是否安全 会不会去影响到孩子的健全的部分 好 多久检材室 使用年限 目前县内的这些国中小 有多少的体育设施 游戏设施 已经超过使用期限 已经有损坏的有几个学校 学校的游戏器材是每半年检视一次 那以目前来讲 学校我们现在 我们前面就是说 从103年到105年 我们提过一次的三年的一个 学校游戏器材的一个更新计划 那这个部分 当初学校申请的学校 我没有记错的话 大概是40几所学校 那现在我们正在调查 我们想要启动第二波的 校园的游戏器材的一个更新计划 那现在正在进行调查当中 那只要有需求的学校 如果是游戏器材已经有立即性危险 你们怎么处理 如果假如有立即性危险的话 学校第一件事情 学校端第一件事情 要先让它暂停使用 因为它既然是有立即危险 一定要立即停止使用 假设刚好它使用年限超过 刚刚那个厨长也有讲40几所学校 已经有这个information进来了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检查也刚检查合格 但是学童的使用上 可能因为已经超过年限了 发生了意外 我们学校有哪些赔偿的措施 在这里面我们大概 需要有一个观念 需要去澄清一下 目前所谓的使用年限 它是否超过 以及这个所谓的保管年限的 那个问题 是不是超过的那个所谓的年限 就一定是 马上它就不能使用 我们用最简单的说法 我们的汽车通常一般 我们的电脑 那个所谓的财产上面的一个 框柱的年限是四年吧 我现在跟你讲游戏器材 或者是体育设备 对 我关心的是血统安全 而不是你讲的电脑 体育设施 它所谓的保存连线 它是一个财产上面的一个连线 它是不是危险 我们需要 它是不是能够继续使用 它需要专业的一个鉴定 好 请把县内国中小学目前的设施器材 学统都用得到的体育设备游戏器材 有相关毁损该更换的 请做好专业的调查跟检查 不要发生意外 后续让这些学生家长 现在少子化 我们的家长都很关心 小朋友在学校的安全 不要有我们自己的管理疏忽 导致于学童发生意外 结果要保险理赔 保险理赔 基本上这就 已经有保险了 理赔也OK 那导致于 因为一理赔你的行政管理程序 学校又要被检讨 校长老师又要被检讨 所以一直变成来拜托说 不要用保险理赔 那你这个保险都可以给他 我要凸显的是在讲这个 你的保险 学校的 学生平安保险 还有公共意外险 学校有书是该检讨的 是要检讨 但是目前教育处的处理方式 让各个学校 在处理学生意外的时候 都不敢 因为一通报 就要被处罚 就有点像 我简单讲 有点像格马兰汽车一样 他们只要一发生交通事故 就要被寄过 一保险一出险就要被寄过 这个部分我一定要回应 宜兰县政府从来没有 因为学生出险 而处分学生 处分学校的人员 绝对没有 那我特别赞同您的一个看法 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体育设施 游乐设施 我们一定要在事前确保它的安全 不要让学生有危险 有意外的一个发生 这点我是百分之百赞同您的一个看法 那这个部分 我们会请我们相关的科 要求我们的学校 务必做好这件事情 那我们也会要求 除了学生之外 除了我们学生之外 除了我们学生之外 因为我们很多校园 都有开放给一般民众 那我们这个公共意外险 假设我们一般民众 在学校里面 有发生了意外 公共意外险有没有理赔 有都有 确定了 确定 那可不可以把相关的保险契约内容 提供一份给分析 可以 好我想我想这个校园安全 除了刚刚其他议员提到的 治安的问题之外 另外我觉得这个部分 我们要做友善的校园处理 好再对学生 对家长 好这个我想我们要善尽保护之责 好那另外 霸凌 学校霸凌的事情 有很多种 有同学对同学 有老师对学生 那当然也有不理性的家长 因为小朋友被欺负了 直接到学校 所以我们老师的安全 我们也要照顾好 那当然也有 我们要求求家长去找对方的学生 或者家长对家长 那在这情形之下 刚刚那个处长有提到 那个通报十二件 成案的五件 那我可不可以跟你 要相关这个通报的十二件的类型 学生霸凌 你不用回答 你只要给我书面资料 我现场总师你之前给我 好再来 资源班师资的资格 有哪些 那我另外请教一下 所谓的资源班 我看你们的工作报告里面是写 身性障碍跟资优班 那我请教一下 目前全宜兰县各国中小学 有所谓的音乐班 美术班 体育班 有 总共有几所学校有 总共几个班级 我在你们的工作报告上面看不到 好 那这些专科班的老师 比例 专业的比例 跟教育部的规定 我们依然线有没有符合标准 那不适任的 不适任的老师 有没有退场机制 比如说 这个 我们代课老师 还有我们 新领选聘任的老师 不适任教师的退场机制 都书面资料给我 好那另外 十二年国教的衔接问题 我想很多家长都很担心 我想在去年 也发生了很 学生 像少子的话 基本上应该 不会有 没有学校可以念的困境 但是去年 就发生了 那在这个情形之下 我看你们工作报告是有写 有做宣导 那如何避免 今年 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另外 高终端 我前几天也介绍到民众的陈情 高终端 搞乌龙 通知了我们同学 那个你录取了 结果没有 空翻洗衣场 空翻洗衣场 好所以 是不是跟高中这一端 也能够 教育处这边做好联系 因为高中端 除了南澳高中端 其他是教育部管理的 是不是在这样联系上 我想学生 像我们的这些同学 他很高兴 他可能是被取 或者说他可能 没有预期 在榜单上面没有 后来做了这样的一个通知 高兴了一下子 结果搞乌龙 那一个小时之后 空翻洗衣场 本来在家里 家里在帮跑了 好所以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形 对我们这样的同学 你看行政作业书师 现在我们的同学 其他也很努力 当然 能不能上榜 当然心中都有些期待 那这样的受伤 就刚刚其他议员讲的 这样受伤也是一辈子的 我本来当教育部 结果 所有 然后一下又没有 包含 转学 转班 转班也有类似的问题 是不是也请教育处这边 来协助 协助处理 高终端的部分 当然这不是你们全责 好再来 我想 校外教学的这个议题 很多人 包含陈景欣你们应该也收到了 我想 環保局也有做这个环境教育 刚刚处长也有提到 我们依然县 那么多的地方可以做户外教学 好 不要再每年都去绿博了 我们很多地方可以去 包含我们 我看你们资料里面 也有写深沟水场 我们深沟水场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态教室 我们可以分配啊 12年国教室 幼儿园小学中学 你每年都可以去不同的地方 你一直 守在同样一个地方 没有用啊 教育处你现在要协助的 协助如果要帮绿博充人数 我建议你 邀请北北基陶 这些县市的学校 来宜兰校外教学 当这些小朋友来到宜兰看到 你们我们县政府做的多好 诶这个活动多好多 多么吸引人 他另外再找他的家长来宜兰玩嘛 我们观看课才能带动起来啊 你们可以透过行政单位的一个平行的公文的一个邀请嘛 那为什么一定要县内学校 从幼儿园 国小 国中 一直都要充人数呢 我们县内好多环境啊 很好的环境啊 包括现在新的生态绿洲啊 也是生态 一个很好的一个户外教学场地啊 包含 船艺中心嘛 我们的兰博嘛 不要只限定在 在这个 在这地方 包含线外的户外教学 其包含现在的科博馆 有这个包括什么NASA的一个新太空 太空的一些东西 科技的东西 在台湾我们不用出国 那其实这个都可以安排啊 好这边给交易处做做这样的一个建议 那另外职棒今年来不来 请 书长简单回答 今年来不来 今年兄弟队已经跟我们做联系了 7月21号会来我们宜兰县来进行比赛 好也请教育处这边协助 做相关讯息的宣导 再来 我想 在资料里面有写到这个校长的临选 那今年的校长的候选人蛮多的 也请教育处这边 我想地方私生压力也很大给你们啊 秉公处理 秉公处理 我想这些校长候选都很优秀 也都经过你们的栽培 那当然名额有限 也请教育处这边秉公处理 不要有地方私生压力 好就有所偏袒 我剩下时间给我们有香德议员 主席 处长 我说要和我们教育处来探讨一个问题 现在这个国中国小学生 他们每周 就是那个生活与伦理这个课程 每周到底排了几节课 这是一个问题 我曾经担任过学校的家长会长 包括国小国中 过去 如果是教数学老老师 他必须 要再兼任一个次要的课程 包括 什么国民与道德 生活与伦理 最烈的 但是其中就老师当场发飙 就是说 我不是奥等国民 为什么要叫我去教这个课程 这种心态 老师就有这种心态 所以教出来的学生 他以后在社会上怎么立足 这是第一个问题 再来是说 这个生活与伦理 照辩识的看法 现在目前在学校的老师 跟这个课程的时候 你们学生自己看 因为那些都是很 很深入剪除的一些课文 就让自己看 其实说 实物上的操作 是很重要的 我现在来说这个问题 就是说 我看 我们学生参加 那个 立博 那一种态度 就是日子里面 那一种鲜滑的声音 超纳纳 然后 坐车 坐到百度 车还在行进中 他会跳下来 可以说 每个学校都有这种现象 过来 老师在解说的时候 他们也不听 啰 又乱丢 这是我们中文民国 这个 从九年教育 十四到十二年 国教 这个过程中间 为什么 有这么大的一个热差 所以说 这是我们教的团队 应该 要去那个 那个 监督的地方 我们住在厕所 我们做餐 我常常看 那儿子 坐下车也好 就喝那个什么 泡巴奶茶 吃一吃的 我哪就是 船长就跑去 有时候想 为什么 我们教育 和这种 还出现这种现象 我们现在一位 就是主持人 就是要生死 我的孩子 要去主义班 我的孩子 要靠大学 要靠到好的学 我主持人 这一项而已 所以说 实际上 要跟欧洲 人比 要跟日本人比 实际上 我们实在 差的非常多 我讲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教育处 应该 在生活的倫理 这个方面 要好好去加强 怎么加强 我想说 只有一分钟的时间 给处长做一个答复 明白 非常感谢我们游议员 对于我们学校里面 有关于生活与伦理的一个 特别是生活教育的一个关心 在这边 要跟所有的议员 报告一件事情 就是 我们从 九年国民教育课纲的过程当中 我们现在 已经没有 所谓的 生活与伦理 这一节课 早年 我们都是在每天早上 最早上 那个时段里面 有排生活与伦理的部分 我当年当老师的时候 也都是在那个时段里面有 那 推动九龄克刚以后 这个被拿掉了 我想 时间已经不过了 参与 genauso 好 好 谢谢以上两位移객的执行 现在我们进行相当的时间 是不是来休息一下 哈 齁 換你了,我要講10分錢就好了 又要就 妳要來打開會芳士律 你你要來打開會芳士律剛好嗎 你來就要打打誰,待會啦 好休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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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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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